10月22日星期六 晚上5点30分 在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巨星会国际宴会厅 举办第三届大臣香情文化节 网宴参会 同时也宣布蒋万安委员竞选台北市市长大臣后援会的成立大会 那的人非常非常多 习开摆桌椅上 大臣香情真的令人敬佩 他的邻居力也令人感到非常的非常的感动 在整个会场当中 宰歌宰舞 非常热闹 当万安进场之后 大家非常感动 手笔着六号的手势 同时喊万安当雪 万安当雪 当然 我们期待11月26号 能够翻转台北市 让蒋万安真正入主我们台北市市长 以下就是他到场的状况 以及他的谈话 大家一定要支持六号 加油 一起热心掌声 欢迎我们台北市未来的准市场 蒋万安 有请欢迎蒋万安 主员 好我们的万安委员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的顾议长 叶银传叶顾议长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现场说的乡亲要我们一起来为万安加油 我们好 万安 万安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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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万安是六号 大家可以一起把手举起来 六就像我们比赞一样 记得六号 不管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我们也是告诉大家 你好六 六六六是表示你最棒的意思 所以我们也要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 来欢迎未来要带领我们台北市 要来这个影响全新的一个面貌的 我们的万安委员 好的我们再来一次 小婉 冬孙 小婉 冬孙 小婉 冬孙 未来未来未来 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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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也先请我们未来的台北市 我们的准事长先稍作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也特别又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舞师 要来献给委员 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大臣相亲 接下来就让我们江沐光 来投注到我们的出舞台 一起来欣赏这段热情的表演 在这段热情就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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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挺晚安 大家都平安 大臣挺晚安 萬事都會安 台北處未來的我們的市長 讓我們熱情的掌聲一起邏輯 邏輯我們的講話委員送到我們的舞台上 各位相信熱情的掌聲獻給我們 未來最好的台北市長 也有請我們的台北市 我們現在的郭議長 葉理傳 葉理傳 葉部議長 葉理同上台 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好 我們也盛幾個機會 再來為我們未來台北市最好的市長來加油 大家好不好 來 我們大家一起 也有請我們的葉護士葉部長 好 我們請我們來幫我們跟大家說幾句話 請 好 謝謝 我們今天 在我身旁 葉光石部長 也是我們會長 葉仁傳 副議長 台北市長部 王女錦 主委 我在立院的好同事 陳玉珍委員 我們非常優秀 年輕的 楊指董議員參選人 還有 我們 蔣竹萱 理事長 還有水雲翔主任 以及現場 所有我們大臣鄉親 我們各協會的理事長 會長 以及各位好朋友 各位先進前輩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所有大臣的鄉親 我是滿滿的感動 讓我想起 我跟各位的關係 不太一樣 我們有深厚的感情 甚至是血濃於水 剛剛一位前輩 好來跟我說 是我祖父 帶著他的家人 來到台灣 每次提到這一點 我眼眶都要反內 但是今天來 除了感受到大家的熱情 萬安也要拜託每一位先進前輩 在面對年底這場選戰 非常的艱鉅 我想我對於台北市政 許多破壞的願景 非常的清晰 但是坦白講 光靠萬安一個人 沒有辦法一一的實境 也沒有辦法全部都能落實 而是需要靠現場 在座的每一位前輩 跟萬安一起攜手前行 大步走下去 我們才能夠克服所有的困難 在年底11月26號 贏得勝選 大家做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都有共同的過去 也有共同的目標 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不只是為這片土地 這座城市 我們更要為這個國家 我們熱愛的中華民國 奮力拼搏 永遠捍衛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使命 也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城市 大家共同努力打拼的目標 其實大臣的鄉親 大家展現的精神 不只是刻骨耐勞 靠著自己的努力 闖出一片天 這次的選舉 我跟各位報告 很多人 包括媒體朋友 問萬安說 萬安 你跟你的兩位對手 你又沒有行政資源 你又沒有龐大的競選經費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應戰 我說 我年輕 我有合力 我有兩隻腳 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行走 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走出一片天 我深入基層 緊握每一雙手 彎架腰 請聽所有市民的心聲 這就是我的努力 這就是大臣相敬的精神 對不對 對 所以 拜託大家 當我的靠山 當我的奧盾 我們無所畏懼 面對民進黨 無所不用其極 鋪天蓋地的攻擊抹黑 我們大臣相親 我們大臣相親的精神 就是 面對這樣的挑戰 我們不會投血 也不會低頭 所以萬安 跟大家永遠站在一起 我們要手中這一張血票 告訴民進黨政府 告訴 所有台灣民眾 我們是站在 公理正義的這一方 我們要對抗的 是邪惡 餓死的一方 對不對 對 所以拜託大家 未來關 進入台北市府 我們也需要 有優秀的議員 在台北市議會 在我身旁的 葉林傳副議長 也要請大家 全力支持 在中山大同區 給我們葉林傳副議長 拉票 催票 大家說 好不好 好 還有 楊子董 他是非常優秀的 年輕議員參選人 過去 他也長期 在我們羅志強議員辦公室 協助我們志強議員 大家也知道羅志強議員 也是我們大臣的鄉親 所以 他承接了我們大臣鄉親的精神 未來 一定一步一腳步 踏踏實實 為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好好的服務 好好的打拼 也需要所有大臣的先進前輩 支持楊子董 幫楊子董拉票 催票 好不好 好 我們需要年輕的心血 需要年輕的力量 進入台北市議會 我想今天 也要謝謝 陳育甄委員 因為我在這裡 要先跟所有長輩 先進前輩 說聲抱歉 因為 我沒有辦法 一一除桌的跟大家致意 我必須要趕到等一下 有一場直播的節目 現場也有超過兩千人 我必須要趕到現場 但是 我跟節目單位講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親自來 等所有大臣的鄉親 難可脫 來致意 因為選舉 大家知道剩下幾天嗎 只剩下三十幾天 一個月左右 最後衝刺階段 也是最關鍵的時刻 我要很坦白的跟大家講 不要以為現在各界的民調 講完好像頂先 但是最後衝刺 倒數時刻 我的對手 一定會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要來扭轉 翻轉這個局勢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高雄 吳敦英在選市場的時候 陸一代世界 黃俊英的走路攻世界 這些 都是對手會出的奧鵬 出的各種奇怪招 我們絕對不能答應 所以 我要拜託 我們現場所有大臣的鄉親 來自各界的好朋友 要把力量擴散出去 我們要把這些在集成扎實的力量 緊緊緊的穩住 要幫萬安 顧好每一票 一票都不能少 好不好 好 金國先生說過一句話 如果分裂 必定滅亡 只有團結 才能勝利 才能勝利 只有團結 才能勝利 所以 我們一定要集中選票 不能分票 我們不要十一月二十二號 看開票結果的時候 才在錘修頓足 才在後悔 為什麼我們沒有把選票集中 最後造成的結果 卻是我們不可承受之處 所以萬安 再次的深深欲擊功 拜託大家 我們全力打拼 一二六 贏得勝選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一二號 講萬安 六六大順 代八出文 六六大順 代八出文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三四王 台北市議員 我們要全力打 好不好 所以我們議員也要全力打 所以我們 skal 也請我們的剛實務常 特別來代表我們大臣鄉親 要來制賤這個 相當特別的 是我們的打擊捏狗 要祝福為我們的官委員能夠步步高升 成功入主台北市府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六號 六六六六六大勝 台北出文 講彎 動算 講彎 動算 彎彎彎 動算 動算 我們國民黨所有的議員要選擂打 一起來議員 全能打 議員 全能打 議員 全能打 講彎 動算 講彎 動算 彎彎彎 動算 謝謝大家 支持六號 講彎 謝謝 好 那麼我們的準市長 我們的蔣準市長呢 公務也非常的繁忙 剛剛有說 要來去更深入基層 去跟我們的鄉親來接觸 所以呢 他這個在現場 時間呢 相當的這個寶貴 我們也再一次的 謝謝大家 對於我們 萬安的熱情的支持 那麼我們的萬安委員呢 在今天的專程來到現場 要向我們現場所有的大選相信 來示意喔 那麼同時 我們一票都不能吵 還有三十幾天的時間 然後這個相當百惡化的選戰 歡迎大家 踴躍訂閱阿白溫馨家族 並請連選小鈴鐺 選擇全部喔 謝謝大家